台湾声响实验室 嗨 各位母亲的粉丝们大家好 我们今天出外景咯 来到哪里呢 来到这地方叫做台湾当代文化实验场 这里其实是哪里呢 其实是台北市以前的空军总司令部 那现在里面有个非常特别的地方 叫做台湾声响实验室 那到底是做什么的呢 我们去一探究竟吧 好 那现在在我身边呢 就是台湾声响实验室的主持人林金瑶先生 嗨 大家好 我是林金瑶 金瑶我想问一下 这里本来是空军总司令部 那现在又变成了有个声响实验室 这中间到底是怎样转换的过程 这个地方原来是空军总部的基地 但是因为空军总部已经搬走了 那所以这个地方呢 后来就由文化部接手 在这个部长郑立军的指导下面 就把这个地方呢把它转变成了一个叫做 台湾当代文化实验场 也就是说希望车在这边呢 去制造出各种文化的一个实验 比较创新的一个想法 我们跟法国的EARCOM 就在这边共同的建造了一个台湾声响实验室 那目的就是去专攻在这个文化上面声响的一个可能 主要的还是为了台湾的创作 台湾的研究以及台湾的教学 什么就是把这样子的一个声音科技 持续地交给我们下一代 那声响实验室目前主要的计划 比如说像展演内容会是什么 像比如说我们这次举办的声响艺术节 我们有介绍了非常多声响艺术的作品 但是一定是跟科技有关 就是希望说让大家去感受一下就是声音艺术 其实它可以有非常多元 然后各种不同的变形这样子 好 我觉得听起来非常的有趣 因为其实台湾虽然现在很多美术馆 可是大家都以静态艺术为主 所以其实声响实验室主要是以声音的感觉 来呈现给大家 那不知道你会怎么样推荐观众或是民众来这边 然后怎么样去欣赏这些作品 像从今年开始我们持续有在做制作 除了在我们这次声响艺术节做呈现以外 我们未来也希望就是每个月 会有开放一次开放工作室 然后邀请大家可以一起来这边 欣赏一下我们这个声响实验室 声响实验室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面配备了49.4声道 透过这个系统 我们可以模拟很多不同的声景 艺术家在做创作的时候 他就可以比较没有边际的去想像说 OK 他今天要让在观众处于 什么样的一个沉浸的感觉里面 如果你错过声响艺术节也没有关系 你也是可以随时进到空中的C-Lab里面来 他还是有常驻的展品 可以提供大家来体验 哈啰 Jimmy 嗨 我刚听金友说啊 台湾声响实验室现在有些展品 可以在观众吗 对对对对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好 哈哈哈哈 所以这个作品是叫什么名字啊 这个作品叫做AQUA AR 然后它是一个AR互动式的作品 你只要拿起这个平板 在上面画上你想要的海洋生物 它就会同步投影到后面的作品上面 它会依照你所绘画的形状来去侦测说它是哪种海洋生物 你画鱼痕就是 它是一只鱼的游动的方式 这个作品啊 看到一些很像风扇的东西 它是怎么样的作品 这个作品叫做风厅 它是艺术家王仲晨的艺术装置 逆征走在其中 你可能会引起一些很细小的微风 那微风就会带动这个风扇去移动 它就会发出对应的声音这样子 最后这个作品啊 看起来有点像一个鸟巢之类的东西 它是什么样的一个作品 这个作品是叫空间囊 它是由EARCOM去制作的一个节目 你会带上这个VR的互动装置 然后去听这个巨大的穹顶 由四面八方爸爸所发出来的一些声音 好我们现在来到了一个叫做共享Bar的地方 在我们这次声响艺术节里面 我们有举办了一些里民的卡拉OK 就是让周边的里民可以来这边唱卡拉OK 所以是一个非常欢乐的空间 对非常欢乐非常接地气的一个地方 它平常其实也作为我们C-Live的讲座跟工作坊使用的空间 非常开心可以听到声响艺术节的开幕演出 OPUS的团队 莫力切弦乐四重奏 来这边跟我们大家分享他们对于这个作品的想法 Corteto Maurice 好 好 首先我会想问你 什么观众需要知道 最主要的事情要知道这些作品的作品 这些作品有三个主要的主要 它是三个主要的主要的主要 第一个主要是音乐的 第二个主要是音乐的 第二个主要是音乐的 然后有一个视频 有一个主要的主要的主要 有很多种类型 有一个主要的舞台 舞台舞台舞台 组织业乐节奏 也有在手中的 här 因为这些是一段集中的变了 以及剧场的主要 所以这种东西是很难说 长ian乐节奏 好現在我身邊的是這次閉幕演出 豪斗的三位藝術家 那可不可以請三位先跟我們聊聊 你們這次在閉幕演出裡面 各式的創作內容是什麼 為了配合這次聲響實驗室的建置完成 它總共只有49顆喇叭 所以我把聲音的設計的部分 同樣透過這種方式來做擴充 有別於兩顆喇叭、四顆喇叭 所造成出來的聲音的方向性 會有什麼樣的不同 那這個我都是非常期待的 過去我們在製作像這一類實驗聲音的時候 最多可能了不起四聲道或八聲道就已經很多了 那這次可以使用到49個聲道 可以讓聲音是整整在空間中 不是模擬出來的不同方位的聲音移動 在這次會結合C-LAB中的多聲道系統 那我會利用這套系統 創造出一與日常生活的聲響 然後搭配演算以及集體意識 創造出新的可能 那最後我想請要三位老師 就是這一個地方 空總台灣當代文化實驗場 對於就是藝術家的幫助 你們不知道覺得在哪裡 這場實驗室的誕生 其實我是非常因以為期待的 因為它讓藝術家可以透過更多種 不同的方法去理解聲音 更理解聲音設計 那同時也會因為有這麼好的設備 也會讀出藝術家如何做出符合這個設備的更清楚 或是更充滿細節的聲音 可以讓藝術家獨立的創作的思考 達到一個新的高度的可能 而不是過去它所思維的 因為受限於設備以及材料等等的狀況 那所以我對於這件事是報紙非常正面的看法 空總台灣當代文化實驗場 其實才剛成立一年多 那其實大家也可以看到 還有很多地方正在翻新翻修 提供給藝術家更多新的舞台 那麼將來會帶給我們 什麼這樣刺激的耳目一新的感受呢 歡迎大家直接來這裡 期待在這裡見到大家囉 那麼頂進一段時間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